另外一隻都是跟Artifact有關的 就是紅藍的Artifact 我覺得這種其實有兩種玩法 第一種就是你組一個Agro 就是你用剛才紅色的Agro卡 再加一些藍色的小mana的卡 你就這樣打過去 應該都OK的 另外我估計紅藍的主題 其實可能是一個WAM的主題 因為我看到現在有兩張 一張藍色的這張 另外一張就你這個 Artifact 他打了之後可以加名籃 他似乎是想你做一個WAM的DAT 這些是一些WAM卡 另外就有其他跟Artifact有關的卡 是跟Card Draw有關的 Draw Card有什麼重要的就是 他給你一個Card Advantage 你手上的Card多 你容易贏 還有抽到你需要抽的Card 那這堆都很多下我看到了 另外Removal 都是跟Artifact有關的Removal 這張都應該可以落到的 如果你是紅藍 原因是因為他有Card去Draw其他Card 他很容易手上有不少的Spell可以出 如果不是你這些正常 就Draw Dead未必會落的 因為有很大機會 你抽到的時候手上是沒有Card的 那沒有Card是沒有用的 在那裡 但是紅藍有少少分別 就是藍色很多Draw Spell 你很大機會手上還有其他Card抽到 那這張就變得有用 另外這個 一個Damage 去Each Non-Artifact Creature 說不定會有些用 但是我想都應該不會太大 不會太大用途 那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呢 如果你是組VAM的那種紅藍 其實應該是這張 他是Vehicle 7-7去Q2 那你如果就這樣出 可能你儲Mana 可能Turn 5出道 但是也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用這張 Anchor to Reality 它Sacrify另一個Each Act 就可以搜尋一個Equipment 或者是Vehicle 那你可以搜尋它出來 那如果你Turn 4有這張 那你會有一個優勢 都要看對手 如果去Remove很多的 或者真的Echo 可能你都沒什麼用 但是7-7如果Turn 4 都真的幾厲害 另外這張 如果你Each Act 你Sacrify容易一些 這張 我想去Modify 紅藍就應該不會太多 因為Modify是要有Equipment 有Counter 或者是有Aura 但是我想比較難些 但是可能VAM到 你可能有一兩張Modify 那它變成六個Mana 出道 那你有之前那些 這些VAM卡 那可能你Turn 5出道 Turn 5出道都幾厲害 但是也都是要看對手 因為如果它是那些Dead 是Control類 那很多Remove多 那就會困難些 還有它有這些Set 都有不少是刷Artifact 可以Destroy Artifact 這張也是目標 那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VAM出來 如果不然就拿來當一個Counter Spell Counter對手的Spell 還有可以Counter 這張 所以我想 挺厲害的 還有Combin 又不是難抽到的 那Anchor這個不用想 很厲害 這張 如果你後期Mana多 又真的OK 我覺得 但是 這些最麻煩就是 如果你Fudet 其實都是Agro的 Mid Range 那你根本Mana 不會有這麼多 那變成它沒有用 那這張 這個是紅藍